好桃花 正桃花 金桃花 我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常常我們都很相信朋友 可是記得一句話 我們都相信我們的朋友 不會騙我們 但是你要去想一想 你的朋友會不會被騙 大家把這句話放在腦袋裡面 你就不會這樣子 盲目的生意 相信別人 因為你的朋友被騙也不是他願意的 好 我們來看看 怎麼樣能夠求得好桃花的這個 密法 首先我們先看 招桃花的一個好的時機 第一點是每個月的 農曆十五號 為什麼 農曆十五號是太陰 也就是月亮的能量最強的時候 那除了農曆的七月十五 不建議你去招桃花之外 每個月農曆十五都是很適合 招桃花的時機 再來接下來就是我們接下來 最會碰到的就是農曆的 七月七號也是七夕 那我們中國傳統的情人節 然後第三個就是我們月老的生日 我們的中秋節八月十五 那接下來第四個 是國曆的九月十九號 大家應該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是國曆 那因為愛神的聖誕 愛神是泰國的神 那泰國的神明他們用的是佛曆 佛曆的計算方式 它一月一號跟我們的 國曆的一月一號是一樣的 所以它計算的方式就是用國曆 這是跟大家我們一般習慣的 比較不一樣的一個方式 好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時間 你準備什麼樣的東西呢 這個是我們所謂的 招桃花的沐浴乳 那因為以前我們都會說 我們要用玫瑰來泡澡 用百合來泡澡 或是找牡丹來泡澡 或是找一些可以忘你桃花的 一些花來泡澡 可是我發現很難找 我甚至有一次叫人家去底花街去買 玫瑰花茶的花來泡澡 後來發現這些東西真的不是太好找 因為其實洗澡不是洗一天就好了 通常我們建議你連續洗至少七七四十九天 所以七七四十九天你要連續的去找 花來泡澡真的不太容易 我會建議你上網去找這樣子 集合所有花的 因為裡面都是精油 用花的精油來集合的 這樣沐浴乳來泡澡 那第二點就是 我這邊手上是一個 泰國的五條經文的一個佛牌 碟牌 那泰國五條經文大家都聽過 五條經文是什麼意思呢 它代表了平安 順利 人緣 財運跟健康 它的平安的意思就是 小人遠離你 你就會平安 壞人遠離你 你就會平安 那順利就是 所有的貴人靠近我 帶著我一起順利的進展 再來所謂人緣就是 我們會有好的桃花 接下來財運大家就不用講 就是財運源源不絕而來 然後健康是 所有的根本就是一個健康 我們有健康的身體 才能夠去求得這所有 這是五條經文的意義 那所以我們把五條經文 這個碟牌放在我們的身上 那碟牌 所謂的碟牌 就是泰國的一個佛牌 那它的用意就是 它最大的作用就是招桃花 那所以這樣子的桃花疊牌 然後有五條經文這樣疊牌 帶在身上 從那天開始 就是我們說的 農曆十五號或是七夕 中秋或者是國立的 九月十九愛神的聖誕這一天 從那天開始做 請你連續洗七七四十九天的 這樣子的桃花沐浴 另外第三點你可以怎麼樣呢 去找愛神幫你點燈 那愛神是泰國的神明 那像老師長期是在拜四面佛 四面佛大家知道有四面 那愛神它就是 其實在泰國它稱為三面神 它有什麼呢 它有一面代表 代表著我們的魅力 一面代表我們的因緣 第三面代表我們的智慧 那所以在泰國呢 愛神也被稱為三面神 因為像今年疫情的關係 我們沒有辦法出國去 像我去泰國 我會去拜四面佛 我會去拜愛神 除了求因緣 當然也是求我的人緣嘛 好 那現在大家不能出國怎麼辦呢 在國立的九月十九號 可以在像現在四面佛道場 在吉林路有家四面佛道場 它有讓大家去點燈祈福 那大家可以在這個四面佛道場 上網就可以搜尋到了 它可以幫你點愛神的燈 讓你桃花大開 心願大開 然後呢 桃花滿滿而來 謝謝 謝謝